我就是co-girl 男生看報紙想要 然後去找報紙 然後我就在汽車儀館裡面 休息一間 一間 在國小六年級的場面 那時候我有跟我同學講說 當季女有什麼不好 我以後想好當季女 她就叫那個釣魚去針對每一個人去釣 我覺得這個變成一個 這個數字遊戲 不會解決到社會上的問題 我會認為說你不可能說 把這種東西把它完全的壓抑 你壓抑到最後的時候出問題 站在上面的人說 你看我們這個世界不乾淨 不需要 我覺得化妝是對我來說是很愉快的事情 所以我早上都還滿早起 都十點又起來 然後就洗臉 保養 化妝 選一部 這些洋裝都是我經驗買的 都是最近這 常要輪流著穿的 這樣 因為就很想 那我穿這件好了 好久 其實跟 我以前也是穿短裙 穿小可愛那一種 可是那個身材不好很容易就暴露出來 可是就 後來那個經理啊 就是 就客人 介紹客人的那個經理 然後就說 不要老是穿那個 看起來像檳榔西石 不要穿得很短 很辣 讓我一看就知道是小姐 的那種感覺 他要的是那種洋裝 上班族 很少做 很單純 做辦公室 那種感覺 手錶 手錶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 它是一個 跟客人做的時候 我一看時間 看時間 分析 不然有時候超出時間 我就會被罵 喂 我抱班 嗯 好 十分鐘下去 好 拜拜 23歲的橘子 從事映照的工作已經八年 當時 她還未成年 因為陶家 靠著報紙的分類廣告 找到她的第一份工作 比如說真商務小姐 這是這種廣告 因為那時候還未成年 我也不敢做太多 就變成是 比如說一天去上班 然後可能就三天四天休息 一個禮拜休息這樣子 就一次賺了我一個禮拜的生活費 都在哪裡上班 各大汽車旅館 可是汽車旅館也有分安全或不安全的 所謂不安全的汽車旅館就是 她的那個館區可能跟她 館區可能告訴她 跟給那個那一家店 施壓比較大的壓力 因為我是說 七期 比如說七期的所有旅館裡面 其他家服配合 不是只有她 只有她配合館區 就是說 我給妳報多少 這樣子 我給妳報多少業績 聽不懂 聽不懂部分在哪裡 嗯 報什麼業績 就是抓到賣引數量的女生這樣 那妳知道有哪一些嗎 嗯 我知道 就是風 就是大哥有吩咐過 我怕忘記 我還把它抄在手機裡面 然後為了怕警察 我可能會看我的手機說 怎麼都是旅館的名字 我還特地寫暗號 我記得有一次很好笑 結果這個客人就約在外面 然後我會上他的車 結果因為她七期她就說 她先去第一家 我說啊這家不行這家不行 喔喔喔 而且這家不行這家不行 然後她再去轉 我再去轉一家 這家也不行這家也不行 她說喔那妳到底要去哪裡 不是說妳不常做 我就說沒有 就阿姨講過 橘子從事的是現行法律所不允許的工作 每個應照站都各有一套 如何應付警察的教戰手冊 橘子認為她已經成年 有權選擇自己的職業 她的疑問是 這份工作不偷不搶 又沒有傷害別人 為什麼性不可以當做一份工作 我淘架的時候 就是想要做新工作這件事情 對 有這個心態 有這個想法 因為那時候是覺得 因為小時候就有一個觀念是覺得 新工作就是一個工作 我父親還算是坦承的那種 因為她就是一個工人 藍領階級的工人 然後她甚至有講過一句話 她就說阿 以前在看新聞有那種你知道這樣 她就說阿好可憐喔這樣 那時候還十幾十歲而已 然後她就說阿好可憐 這個要抓其實也沒意思啦 她就一邊喝啤酒一邊講 然後我就說阿如果妳說老實話 講坦白的 妳不叫我去 妳不叫我去召妓的話 不然妳要叫我幹嘛 叫我去強姦喔 這樣 她就講得很坦白 她還算是這些 這種恐性的氛圍裡面 算是坦然的人 對 那妳媽媽呢 我是單親家庭 對 就是我跟我爸 這樣 別人都說那個工作不好 或者是 有很多的那種污名話題 可是 我想做 我想去做 因為我覺得妳們都是 因為我覺得那些大人說 在說說 我覺得妳們都是說一套做一套 妳們是需要敬禮的 對 可是妳們又很比自己 那就算敬禮